新經濟時間 來看到的是金控合併的訊息 台新經 新光經的新興病 殺出了中信經的陳曉晶 交給舒函 好 確實 昨天其實一整天都在發酵 這樣的一個消息 就是因為中信經要來搶清 而且是以臨時董事會的方式 來出手 然後最後決定是公開收購 來投資新光經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這是一個搶清的過程 我們要來比一下的 就是開出的條件了 首先我們來看到中信經的部分 現在市場推估應該會高於台新 開出的這個價格一成以上 所以換算一下之後 大約會落在12.25元 這樣的一個價位 不過台新經的 這樣的一個條件來換算一下 大概就落在9.5元的一個價位 一來一往 其實這個服務家的條件 開出來是有一點差距的 那當然現在中信經的部分 已經會向這個金管會來申請了 那台新經動作慢一點 那可能是董事會22號之後 會有後續的一個動作 那其實這一次中信經會來做 這個搶清的動作 主要是因為估重量 時隔17年從紅火案之後 重新重回到董事會當中 當然王子歸來要有戰功出現 要幹大事 所以做這個搶清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也看到 他這樣當然就打亂了吳東亮 想要一統天下的這個算盤了 那現在我們也可以看到 接下來的兩大挑戰就是 當然這兩個這個董事會 到時候台新經跟新光經的董事會 會有一個挑戰 那再來就是金管會 對這兩岸的一個態度又是如何 那金管會其實也表態了 他們提出三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合法開大門走大路 再來就是金融市場的秩序安定 以及股東權益的一個保障 那當然如果中信經成功來合併的話 那麼他就會資產達到13.6兆元 將會躍升全台第一的金控寶座了 那麼說到王子歸來急需戰功 我們也看到三三匯的部分 估重量出席了 那現在我們來詳細的狀況 連線旅中宇 而再來看到科技產業了 iPhone 16何時會上市呢 時間點出來了嗎 淑涵 好 確實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消息 就是秋季新品的傳聞 消息人士表示 已經取得了這個邀請函 將會在美西時間9月10號的上午10點 也就是台灣時間9月11號凌晨1點 其實通常如果這是真的的話 那這個時間換算一下 就不到一個月 應該新品就會來上市了 其實昨天網絡上 真的有很多相關的消息 那麼主視覺是金色光暈的 一個蘋果商標 那表示準備好就定位 捕捉就是他一個主視覺的 一個主題 而且昨天出現這個沙漠晶的 這個新顏色 也引起很多的討論 很多的果粉有一點崩潰 表示好像有點難以接受 那再來值得注意的就是 固態還有內建觸覺的 引擎電容按鍵 這一次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也值得大家來關注了 而且接下來就要看到 外界預估整個iPhone16的 一個新機規格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邊框應該會縮窄一點點 所以螢幕就會顯得比較大 那現在當然還會帶動的 就是供應鏈的全面備貨了 首先看到高階機種 還是由鴻海來操刀組裝 那麼主處理器 依舊是台積電的一個部分 鏡頭模組大力光 而且這一次會達到 4800萬的畫素 那麼功率的放大器 則是由穩帽來負責提供 那現在傳出的是首波備貨 其實已經完成了 那麼第二波的備貨量會是多少 就會是銷售狀況來去做調整 不過是不是蘋果光很靈光呢 我們的外銷訂單連五紅 舒涵 真的是如此 來看一下 而且很多的東西 都可以看到AI的一個亮點出現 首先看到7月的外銷訂單 較去年同期成長了4.8% 這是優於預期的一個表現 那經濟部就表示受惠的就是AI 高效能運算等等 這個需求非常熱絡 所以七大商品 只有化學品的接單金額 是衰退的一個表現 其他都是走揚的 那再來看到 包括了通訊 通信的部分 到達了歷年同月的第四高 電子產品則是歷年同月的一個新高 再來就是光學器材了 年增幅來到了7.8% 這個手機備貨的部分 應該是佔了不少了 那接下來也看到的就是 7月主要接單的一個地區 又是如何的一個表現 首先看到美國是成長的 年增幅來到了14.3% 那麼在大陸跟港澳地區的話 是走跌的 歐洲的部分也微幅上升了6.1% 東協的部分也是走跌的一個表現 在日本則是上升了2.4% 現在預估是8月份 有望會再度來向上喔 那麼幅度會來到多少 年增幅可能會來到11% 那麼全年能不能重新回到 6000億美元的一個關卡 也值得大家後續的關注了 除了以上重點提供給大家之外呢 也歡迎掃描的是旁邊QR Code 下載我們的APP 掌握更多資訊 以上新經濟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rev